这期视频我将与大家分享如何来种植无花果 这是一颗RDB无花果 现在呢我们切开来看看 用我的话讲 就是一包蜜 非常的甜 我一直想拥有一颗RDB无花果树 我在网上发现了New Green World有卖 但是呢大家看看价钱 两家龙的一个小苗子 就要60美金 而且呢还不包括用费 加上用费的话将近80美金 这个价钱呢确实有一点点不能接受 所以呢我从朋友家的无花果树上 用高压繁殖的方法得到了一颗小果树 其实这颗果树并不小 将近1米4的高度 大家来看看 枝繁叶茂 上面还挂着无花果 让我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颗果树的来历 这是去年的7月下旬 这颗枝条上呢已经挂满了无花果 但是呢我的朋友决定这颗枝条到冬天的时候呢 准备砍去 所以呢我用水草做戒指 做了高空压条繁殖 两个月后我们来检查一下 打开薄膜发现非常大的东西 用水草做高压繁殖的方法特别的简单 两个月期间不需要做任何工作 有关于无花果的高压繁殖的详细步骤 大家可以参照我的这期视频 将枝条剪下来 种到花盆里 今年第一年就结果了 如果用千叉繁殖的方法 估计第三年才能长这么大 今天是9月6号 已经内秋整整一个月了 秋天是植物长根最好的季节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把这棵树 种到地里去 无花果树一般需要至少6小时的全日照 才能长得强壮 才能接触口感比较好的果实 在院子里找一个果树 无非您的房子或者其他大树挡住的地方 确保无花果有足够的光照 下部呢我们就来挖坑 大家看看这些土呢就是浇米土 测水的能力通透性呢非常的差 所以呢我需要挖一个比我无花果树根的宽度 宽两倍的这个坑 这样呢才能使我的无花果的树根周围呢 有足够的空间 让这些树根来伸展 吸收旁边的养分 果树才能枝繁野茂 明年才能结更多的果子 我的树坑挖的相对比较深一些 我将20加龙了一桶没有腐熟的厨艺垃圾 直接倒进了树坑里 上面又加了种植土 这些出于垃圾呢慢慢会腐烂 变成非常好的有机肥料 由于加了足够的种植土 所以呢不用担心这些肥料 会把无花果的根烧伤 移栽时底肥非常的重要 因此呢我又加了一些有机的积肥 土壤准备好了 下一步的工作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板结的树根呢 给它输送开来 这种小耙子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要确保把每一面的树根呢 都要给它输送开来 这样呢树根有很好的延展性 它才能够很好的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 来供给无花果枝叶的生长 为今后结出更多更大的无花果 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即使我将树坑里的土采的比较实 但是呢浇水以后呢 它还有一定的下限 因此呢树根的表面呢 要比地面高出大约10厘米左右 将种植土沿着树根的周围填满树坑 然后再施加一些鸡肥 现在来浇水 这是我收集的雨水 不但没有氯气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对植物的生长非常有利 将土壤整理一下 然后沿着树根的周围踩塌 尽可能排除土壤中的空气 使得无花果的根须 能够与土壤很好的接触 继续添加种植土 浇水保证根部的表面 覆盖一定厚度的种植土壤 我喜欢沿着树根放一圈 Garden Lung Edge 中文翻译过来是 花园草坪边缘 能够非常好的预防水土的流失 现在让我和大家来一起欣赏 今天的劳动成果 不花果树种得非常的满意 用高压繁殖法 很快地得到一棵 一米四高的无花果树 7月份做的高压繁殖 9月份离开母体 第二年就结了果实 无比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语 今天有关于无花果树的种植 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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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